在1937年10月上旬 一支中国军队在山西省戴县的西南地区 经过周密计划 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举摧毁了日军24架战斗机 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当时 日军已经突破了山西北部的国民党军防线 占领了戴县和锅县金属原平 并继续向南扩张 国民党军撤退至新口 经新州市北一带 以阻止日军向太原进攻 进行太原保卫战 为了支援新口的战斗 他们请求八路军在近北敌后 积极进行作战 打击日军 于是 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 第769团 于10月中旬 被派往戴县 郭县东部地区 执行打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配合国军进行太原保卫战 1937年10月19日 第769团进入 忽陀河南岸的苏隆口 和刘家庄地区 当时 新口会战正在激烈进行 而苏隆口地区 不仅是日军后方 也是他们增援的主要通道 因此 769团团长陈阳连 决定在这里 对日军进行截击 陈阳连发现 除了公路上 日军的车辆不断运输外 还有大量的飞机接连起飞 这使他产生了疑惑 南岛附近有日军的机场 经过当地居民的确认 果然发现了 距离河岸十几里的 阳明堡镇 有一个简易机场 769团团长陈阳连团长 和三位营长 亲自前往侦查 他们发现 在那里 日军飞机不断起飞 由忽陀河右岸 飞往新口 太原 轰炸国军阵地 日军的机场 位于忽陀河右岸的 阳明堡西南地区 郭县 戴县 阳明堡 都有日军驻扎 还有地勤人员 和24架飞机 日军警卫部队 集结在机场北面 飞机则集中在东南部 机场警卫部队 约有200人 机场并未设有兼顾攻势 只有一些简单的掩体 和掩蔽部 日军警卫部队 从未受到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打击 对于八路军的袭击 也毫无准备 警觉性相对较低 第769团决定利用日军机场兵力不足 攻势薄弱 警戒不严的有力条件 突然发动攻击 摧毁日军的飞机 以支援国民党军在心口的作战 他们的部署如下 第三营作为突击队 负责攻击机场 摧毁飞机 第一营袭扰锅线 分散日军注意力 第二营作为预备队 与团指挥所一同进入苏龙口北部地区 第八连进入王董堡 破坏日军的交通线 保障主力部队的侧候安全 团属凯基炮连部署在胡托河畔 支援第三营进攻机场 为确保战斗的胜利 参战部队的指挥官 亲自前往战场进行勘查和调查 研究如何使用步兵武器对付飞机 并准备了破坏飞机的工具和燃烧手榴弹 此外 参战部队还进行了政治动员 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战斗士气和胜利信心 在10月19日黄昏后 第769团的参战部队开始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前进 第三营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 偷渡胡托河迅速完成了进攻准备 第九连从机场东侧插入阳明堡附近地区 准备打击可能从阳明堡出动增援的日军 第十 第十一连和机枪连组成进攻机场的突击队 第十连从机场西面进攻 攻击日军警卫部队 掩护第十一连作战 第十一连从机场东面进攻 击毁日军飞机 第十二连作为预备队 集结在小赛村西北部地区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 进攻准备完成后 各连迅速行动 第十和第十一连 利用敌人警戒疏忽的时机 秘密地从东西两个方向接近机场 第十一连顺利从东面进入机场 靠近飞机仅30公尺的地方 而敌人并未发掘 第十连从西面进入机场后 向敌警戒部队接近时 被日军发现 立刻展开了战斗 第三营部队立即向日军发动了攻击 第十连部队迅速将日军警戒部队围困在攻势内 使日军无法抢救飞机 从而确保了第十一连成功破坏飞机 第十一连部队对日军和飞机发动了猛烈攻击 使用机枪和燃烧手榴弹等武器攻击飞机 使其迅速起火燃烧 日军警戒部队受到八路军打击后 见飞机起火燃烧 便不断向八路军发动反击 试图挽救局势 八路军部队顽强地抵抗了日军的反击 确保了彻底摧毁日军飞机 同时 助阳明保的日军出动增援前来支援机场 考虑到作战任务已经成功完成 第三营主动有序地撤离了战斗区域 在这场战斗中 八路军DL-29师第769团的部队经过一小时的激战 造成日军死伤100余人 机毁击伤日军飞机24架 八路军自己也有30余人伤亡 第三营营长赵崇德不幸中弹 壮烈殉国 阳明保机场的骑袭是八路军既平行官大捷 燕门关伏击战之后的另一场重大胜利 一直受到日军空袭压力的国民党魏力皇将军 向周恩来发电报表示 阳明保烧毁了敌方24架飞机 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我代表正在心口正面作战的将士 向八路军表示感谢 阳明保战斗也成为了中外媒体 关注的焦点新闻 129世769团也因此被誉为 抗战四大民团之一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请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见